韩国以泡菜和烤肉闻名世界 但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菜肴 韩国人喜欢吃、喝 韩国美食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当地人喜欢的一些食物类型 可能会让外国人觉得很奇怪 阿温之前也介绍过其他国家的恐怖美食 但今天要介绍的韩国奇特美食 也丝毫不逊色 它们绝对会让你感到震惊和意外 好的,今天阿温要跟大家介绍 韩国最恐怖美食 红鱼块也就是发酵的鱿鱼 这是韩国最奇葩的食物之一 更不用说是全世界气味最强烈的食物 它还有一个相当令人反胃的原因 鱿鱼和红鱼相似 不像大多数其他鱼类那样排尿 相反,它们会通过皮肤排出尿酸 当它被发酵时 它会分解成一种像胺一样难闻的化合物 这种臭味非常强烈 建议时刻用嘴呼吸 用鼻子呼气 以减少接触到这种气味 红鱼块的制作过程 简单的说就像腐烂的鱼 这种食物第一次闻到它的人难免会吐出来 而且被国外网友戏称为味道就像公厕 据说红鱼块的威力比臭豆腐还强15倍 能让人臭到怀疑人生 但它与泡菜和五花肉搭配 再配上米酒味道更好 这有助于忍受刺鼻的气味 也许是喝醉了就闻不到臭味 所以说这是韩国传统食物 但是除了在全罗道之外 其他地区的韩国人自己都吃不惯这种美食 大多数尝试过的人也不会再想吃第二次 最美味的奇异韩国菜肴必须是酱蟹 但也是最多人不敢吃的 酱蟹是一种腌制的海鲜 它是像新鲜的螃蟹 浸泡在酱油中或以辣椒粉为基础的酱汁中腌制而成的 在腌制后的三到四天内就能食用 酱蟹的口感跟味道都非常深 而且有着浓烈的海水味 人们喜欢将蟹壳内的蟹膏刮出来 再铺上白饭拌着吃 满口都是珍贵的蟹膏 这感觉太满足太奢侈了吧 传统上咸的酱油盐水 势必用作延长螃蟹保存期的一种方法 尽管由于现代的便利条件 这种保存技术已经不再需要 但这道菜仍然因为它的味道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甚至在首额的辛沙洞附近 有一整条街道专门是吃酱蟹的 由于这种特殊口味的生螃蟹 并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建议没吃过想尝试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哦 警告 这不适合胆小的人 我们都知道韩国有着独特的生食文化 当你走进韩国一家普通的牛肉餐厅 你会在菜单上看到肝脏的字样 在这里 这个池指的是生吃的牛肝 切块的生牛肝呈暗红色 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 新鲜的肝脏应该是鲜红的颜色 但暗红色才是新鲜的标志 它的表面散烁着水分 几乎是反光的 考虑到肝脏的流体质地 用筷子是很难夹起来的 咬一口生牛肝 它的质地像胶状 特别像果冻柔软而坚韧 第一次吃的人与期望相反 似乎并没有奇怪的味道或气味 令人惊讶的是肝脏的凉爽和柔软的质地 经过三次以上的咀嚼 时刻就可以充分体验到独特的味道 虽然口感可能会令人愉快 但血液的味道会填满嘴巴 即使在吞下之后 这种感觉仍然汇之不去 当然必须是新鲜的牛肝 否则放了几天的会很新哦 在韩国有一部分的人 都有生吃牛、禽、猪肝脏的习惯 生牛肝的食用率为37.8% 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就连韩国的国民妹妹IU 也曾向媒体公布 生牛肝是自己的最爱 请注意哦 生吃内脏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内脏都有寄生虫 如果生食猪内脏 更有机会感染肝炎病毒 这是韩国最有争议的一道菜 也是令世界各地的动物爱好者 感到沮丧的食物 在韩国 臭名昭著的补生汤 是用狗肉作为主要原料的 还有大葱、红辣椒和豆瓣酱 这道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常见 但在首尔附近的几家餐厅 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这道汤被认为是蛋白质和能量的良好来源 以前常听长辈说 吃了狗肉的人不怕冷 还以为狗肉是冬天吃的呢 其实不是哦 补生汤其实是夏天吃的 因此在感冒或患上其他疾病时 人们都会饮用补生汤 最常见的是用来补充体力 它也被认为可以增强阳刚之气 虽然几十年前 补生汤在韩国很受欢迎 最主要是在韩国农村 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韩国人吃的常见菜肴 如果你在街上随便问十个韩国人 可能只遇见一到两个尝试过补生汤的人 事实上大多数韩国人 对出售狗肉仍然合法的事实感到震惊 随着许多韩国人开始对动物权利越来越重视 人们预测狗肉消费在韩国迟早会被取缔 对于许多人来说 活章鱼可以说是最奇怪的韩国食物 据记载早在公元前57年 朝鲜三国时期就开始食用活章鱼 活章鱼在韩国到处都可以找到 客人们从海鲜市场挑选章鱼 厨师会为客人切下章鱼的触须 触须在被割断后仍然会继续扭动一段时间 吃进嘴里心盘会粘在人的舌头和喉咙上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常见的吃法是将触须蘸上芝麻油 就等方便的吞下避免了窒息的威胁 活章鱼的味道并没有很惊艳 大部分的味道来自蘸它的酱油 令人震惊的是你吃进嘴里时 它一直在扭动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饮食体验 青麴酱汤是用特浓的发酵酱炖煮的 青麴酱是一种发酵的大豆酱 据说是高沟离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酱 当厨师把这种胡壮物加到汤里时 气味真的会瞬间炸开 食物开始变得臭气熏天 这种味道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据说吃过的人都说闻味道像极了脚臭味 青麴酱有点类似于日本的纳豆 但它的味道更浓郁 尽管汤中不含肉 但仍有满满的蛋白质 是素食者的最爱 这道菜也被称为死丝汤 因为一些韩国学生在德国做这道菜时 邻居们开始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 他们还以为里面有一具尸体 于是就报了警 幸运的是实际上没有人被煮来当晚餐 这也表明了这种食物的味道到底有多独特 世界那么大 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饮食文化 这都是很正常的 对于去过韩国的朋友们 哪一种食物是你品尝过的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